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科技股的部分仍然全面都往下 当然主要还是市场还是在焦虑说 连准会下个礼拜三 台北时间在礼拜四要开会 是不是会进一步提出更鹰派的看法 现在市场普遍都预期说三月份就会开始升息 而且最激进的一个讲法是说 可能以前都是比如说升息个什么半码或者硬码 这次搞不好一次就会升息两码 主要就是会要压制非常严重的通膨 所以公債殖值率就拉得很快 然后科技股全部都被打下来 当然影响所及台股早盘也先跌了102点 但是12点过后一度就陆续翻红了 最多甚至拉到涨64点 中场稍微压回小跌9点收18218 然后ODC甚至中场是收涨0.03% 所以就像我在盘中的解房文章我所提到的 其实台股如果说你扣掉台积电 在过去这三个礼拜 其实早就已经修正过了 所以看价值不准 因为它有台电的一个成分在里面 但是如果说你看ODC的指数 其中12月底建了238的高点 先连连连连两个礼拜 最低撒破季限来到219 早就已经点在前面 我认为台股很多股票 其实在前面两三个礼拜的回荡 已经在所谓的去杠杆 然后过高的位置 或者过高的一个本益比的部分 很多股票都修正 那它极有可能在下个礼拜 如果说美国就是对于升息的讲法 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讲法出来之后 我认为美股只要直稳开始反弹 台股它就会开始往上 但我们礼拜三就要封关了 美国联总会是在台北时间 礼拜四才会开会 所以我们来不及反应 要反应已经是放完价2月份的事情 所以结论就是说台股已经先跌了 扣掉台积电的部分 双小型股已经先跌了两三个礼拜 其实真的在点空间有限 所以再来因为量也缩 你说在这种量缩的架构 又快要封关 快要放假了 美股表现不好 大家都在怕升息 你说整个行情要在封关前大涨 我认为有困难 监察量只有多少 2383亿 你说封关前量要增加多少 恐怕很有困难 因为原本一般来说 元月行情都是不错的 但今年刚好卡在一个可能要升息 全球股市都不好 台股持续的量缩 放安前恐怕指数的空间就不会大 但是个股表现的机会 我认为还是很大 比如说经济科 礼拜二是涨停板 抱歉礼拜一涨停 礼拜二礼拜三 今天大涨22块收471 这个价位几乎把前两天的修正 又通通收复了 然后礼拜一涨停板的收盘价 是473块 今天收471 所以其实在这几天的修正 经济科一天就回来了 根本就没有跌到 根本就没有跌到 然后设备股 35的油田 早盘还在盘下装死 10点后翻红 尾盘最高拉到112块半 收盘收1.5 那这个价位呢 又是再创历史新的天价 所以说大盘确实就落落的 但强势的股票 仍然是刻骨表现 历史天价代表 所有人的持股 在今天这个位置 全部都赚钱 上涨没有任何压力 所以我说 以跟同业的本益比来比的话 它还有一倍的空间 所以根本就无需预设高底 所以封关前 其实这种 它机息可能并不高 后面有一个翻倍的成长的股票 我们赏入了相当多 这种金并股很多 那你要等它过完年车后再买 也可以 但真正的强势股可能从现在到封关前 可能就先涨一段上去 那有红包先涨一段起来 有什么不好 到过完年车后再买 或许都要嘴高 所以经济科在昨天礼拜三 拉回到450附近 我就说拉回都是买点 拉回到均线纠结处 月线季线 大概4004 450块的附近 这边都是买点 那我们也都是 怎么说怎么做 就有拉回就请我们家族成员 进场去买 往前涨完 杀到440.5元 然后就翻红到463块半 尾盘再往上拉 中场收471块 涨了4.9% 我的看法都一样 拉回就是买点 现在打下去我们继续买 新的家族成员持续买进 买很多的就报了 再来权利金会持续入账 因为12月份的营收 从2100万 前面四个月都2000万 2100嘛 跳9291万 月增了323% 你放心好了 这个不会是昙花一现 不会说下个月又变成2000万 不会 因为12月份的收入 就是所谓的权利金的收入为主 那有大概2000多万是 量产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出货 7000多万是所谓的权利金 那权利金不会只入一个月 那12月份只入其中一个小部分 我们要持续认 持续认 所以呢 权利金会持续入账 然后 灌连之后 有机会再签一个新的案子 而且据了解 应该是 因为之前客户 除了台湾的工业用的客户之外 那更大众是在大陆的客户 因为去美化 那过完年后要先签的新的案子 据了解很有可能不是台湾的 也不是大陆的 而是国际其他国家的 大的案子了解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大补 大补 代表就是说 他也走出台湾 走出大陆 开始承接国际的新的案子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关键性的发展 所以权利金入账 新案子要签 一到三月的营收都有机会 跟2007年的5月6月7月 连续三个月营收破亿一样 一到三月的营收 我认为都有机会延续 12月份9千多万 然后再往上跳 都有机会呈现一个破亿的新高的水准 目前看起来是很乐观 所以就说 它就是一个低机型的股票 去年都几千万的营收 12月跳到9千多万 今年1月份可能就是正式破亿 然后未来可能就是一路破亿 都在亿上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转折 12月份转上来之后 今年就一路往上 股下也算在低档 均线纠结 从540或者前一波高点是615块打下来 在这边均线纠结 站在所有均线之上 这就是一个长期的主身段的一个发动点 未来你再回头看 我认为不会有这个价位 然后1到3月营收入破亿 第二季陆续会有新的产品的量产加进来 而且就有了解代工产能 风通测试 载版的产能 目前都在解决当中 所以去年book的产能陆续就要到 陆续就要进来 搭配产品的进程 第二季要开始量产 营收估计再翻倍 所以假如1、2、3月有机会破亿 4、5、6月营收就有机会看到2亿以上 营收再翻倍 所以前面的营收是2000 第二季的营收可能就超过2亿 这是一个10倍的成长 所以它是从第一季期开始爆发 等到那个时候再回头再看现在的股价 你会发现现在的股价是真的很便宜 第三季又更精彩 因为行政电脑是今年最大的案子 开始正式进入一个量产 这个单价高 所有奈米的产品 单价高 毛利也高 量又大 只要量产 营收再翻倍 再翻倍 也就是说到下半年 营收最高四星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那我也说四星毛利率30出头 31 32% 那今天一科 工业用的产品 maybe50%的毛利率 但是行政用的电脑 处理器可能就是超过60%的毛利率 所以那个几乎是一倍的一个差异 所以那营收最上序的话 获利自然就是超过很多 所以估计今年最保守 估计大概20到30块的获利 乐观一点我认为 如果行政电脑量产的顺利的话 大概就三四十块 至少三四十 那现在的四星 都还有976块 今年最高价1325块 去年最高价 去年赚21块 股价最高1300 如果今年的经济科 比去年四星赚得多很多 难道股价追上去有什么 不可以吗 而且 经济科 现在股价是440 那经济科是470 然后M31的股价 现在是360 360 经济科是470 所以发现就是说不知不觉 怎么经济科的股价 在IP股这个族群里面 慢慢慢慢的 都超越了相关的同业 爱普目前股价是445 当然这不公平 因为他曾经一股分割成两股 但是就现在价位来说话 金济确实比他高 创意呢 目前也只有495块 差没有多少 所以或许搞不好过完年之后 你就会看到就做这股票 到时候的股价就会开始被经济科 整个甩在后面 因为今年 经济科的营收 有机会从去年6亿多上看 我昨天估给大家听了 大概就50亿 全域经济假设我们抓个5亿 工业用的相关产品抓个10亿 实验电脑的话抓个35亿的话 这样就50亿 当然后面的数字还要再微调 但事实上就是说 他从67 假设是去年45亿算7亿好了 7749 算50亿的话 就是成长大概600% 大概600% 台股有几档可以成长600% 其他IP股根本就不可能 根本就不可能 所以 获利乐观就上看30到40 过完年之后 准备迎接真正能处身段 所以这两天 趁着涨停板之后 拉回两天下去买 到今天大涨收上了 收470块 那就全部都赚钱 全部都赚钱 那另外设计股比如说冒打 早盘虽然大盘往下跌 但相对强 还拉到253块 最多涨3.2% 从这波从286砂到217 再拉到253 这一波涨上来也涨了三几块钱 这很有V型反转的气势 如果再来设计股的气势 再强一点的话 蹦蹦蹦一下涨回高点 我认为是绝对是有条件 因为今年DDR5会成为主流 它要用到相关的 电源管理来系 台湾只有填巴哥下面的立期 跟冒打可以做 这一块 据我们的了解 要缺一整年 所以价格不可能下来 只会上去 那冒打获利会越来越好 今年保守估计要赚18块钱 明年 抱歉 今年18块 乐观年20块钱 本益比之后大概13倍 通常法人给这一类的 设计股的本益比 都是二十几倍三十倍 所以13倍到25倍 就是几乎涨一倍的空间 有空间 当然要市场的配合 当市场的主流 又转回到设计股的时候 它就有机会可以涨很多 市场的主流还没完全转回来 但是它超跌的过程 我就说这是一个甜美的价位 你买在这边 我相信封关前 我不敢说要涨很多 过完年的那一波 如果说你是喜欢买一些 比较中长波段的部位的 一些投资人的话 我认为这都是你非常好的选择 所以很多设计股 比如说亚信 创维 富顶 很多就类似的 我认为现在都在一个 相对蛮不错的 甜美的价位 另外非常强势的今年的主流 当然就是设备股 刚提到的就是油田 在礼拜一盘下 大概96.8 附近再次买进 礼拜二就涨停满来到107 礼拜三整理一下 我今天中行大涨6.2% 收111块半 好像最高112块半 有再创历史的新天价 历史以来最高价就在今天 所以不管你前面买什么价位 所有的股东全部都赚钱 所以你听我买的所有的人 全部都赚钱 从礼拜一买96.8到110块 因为我印资料收到110 就赚了13.2元 尾盘收111块半 就赚14.7元 赚了大概15% 所以礼拜一买到现在赚15% 也不错 这种鸟盘也不错 上场无压力 去年大概赚7块6 今年ABF的大厂全部都扩产 那它是最主要的设备的供应商 每一家都是它的客户 今年业绩大爆发 法人估计要赚15到20块 我们抓保守一点赚15块 这获利就成长一倍 本益比大概7倍 7倍 那同业的本益比 我说加登 抱歉 樊宣 股价最高195 今年大概赚8块 本益比最高大概20倍 8块钱 826 8324 大概20几倍 那目前价位168块 本益比大概20倍出头 然后3131的红素 今年大概赚20 本益比大概15倍 抱歉 17倍 然后36 80的加登 这个今年 在去年赚不到3块 股价200多块 这本益比更高了 大概有100倍 那今年获利会上来 所以本益比会降低 原则上设备股的本益比大概十几20倍 很正常 所以就说油田 本益比只有7倍 那你说比价一下空间有没有100% 当然有 因为人家数字就是强 股价确实也就强 所以很多的好股票 你会发现在封关前 可能大盘还在震 压震 量缩 晃来晃去的 其实那个股表现就已经拉出来 那为什么这股票那么强 因为我们坚持买的都是金平股 他们都有最强的毛利率 盈利率 最强的EPS表现 或者像金利科跟油田 这个明年的成长 获利都是倍数在跳 然后它有我们最好的一个市占率 金利科未来在非美系的X86的市占率 它就是低 所以当这些股票 后面都有最强的数字 然后基级又低 题材又强 等到行情 我一直说 行情只要开始变好的那一刻 这股票可能早就已经跑两三天 往上跑 事实上今天油田跟金利科就是如此 就是如此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ESTER 或者是我们的节目右下角的QR Code 你找一下 你可以找到我的LINE的官方账号 然后加入之后 每天盘中11点多12点左右 就会有我盘中的解盘文章 就会看到我对于盘式的看法 类股的主流的强弱的一个判断 然后看好的股票的追踪 有没有新增有没有卖出的 很多盘中我就会交代 你不用等到盘后再看节目 我当时还在买乎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那加入的新朋友 只要留言正义 加上你的联络电话 就可以得到我们政策布局 或者未来将要布局的一档 全新的标普 等会我们再来到几下股票 好欢迎回到现场 那IC设计 跌到一个相对低档 过完年我认为很有机会 那其中最强势的股票 当然就是金利克 然后IC产业的扩产 相关的设备股 也是会是今年非常重要的一道主流 油田如此 另外一个翔明 昨天大涨7.5% 今天创高之后稍微拉回 拉回都是买点 因为它是台湾最大的IC设备耗材厂 市占率第一名 既然大概赚6块 那今年估计要赚超过10块钱 那股价以90块来说的话 本预比大概9倍 那相关的设备股 都本预比15倍20倍 甚至超过的都有 所以油田就空间来说超过100% 那翔明的空间也有超过50% 其实我说一个波段 如果都可以赚平均三成 三个三成就是一倍 所以后面空间越大越容易赚三成 其实有五成以上的空间股票赚三成 以我操作经验都没有太大的困难 大概未来的波段都看得到 所以翔明也是一个 今年非常棒的 就是半导体产业的上游 设备股的相关的耗材股 也算是设备股的一环 然后电动车用 再来当然也是主力 光节呢 礼拜三创93.2的新高 上涨没有压力 达路比亚迪的供应链 去年赚4块 今年要赚8块 所以这种电动车相关题材 本益比就10倍 这个都太低估了 15到20倍 基本上是这个市场给予 相关电动车的产业的一个 很基础的本益比 所以10倍空间也是超过五成 所以这个光节 投信最近持续有琢磨 另外还有一个 也是跟台移电有关的 台移电释放订单的标股 台移电转卖机台给这家公司 同时把相关订单都放给他 因为台移电会越做越先进制程 那比较后面的制程的部分 他就会释放出来去外包 那不但订单给你 机台也给你 机台给你 然后再协助你 把订单给你 然后把订单接起来 去年大概赚五块半 今年乐观点可以赚超过十块钱 本益比也是只有十倍 所以这个空间都有超过五成 这都是我认为 虎年不可多得的好股票 所以封关前 那就做一个最精准的布局 封关前小红包先赚起来 开红盘虎年再赚一个大红包 所以欢迎大家都来加入 LINE官方账号 搜寻小小鼠STARMASTER 加入之后每天盘中十一点多十二点 可以有我的解完文章 对你会非常大的帮助 加入的新朋友只要留言正一 以及务必留下你的联络电话 那每一个留言正一加联络电话的朋友 都可以得到我们目前正在布局 或者是再来要全新布局的一档 全新的表股 那这个都是我精挑细选最棒的金秘股 都数字最棒的股票 对大家会非常有帮助 欢迎大家都来加入LINE官方账号 祝大家超出胜利 明天再见 再见